现在进入到五月份,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这个房产楼市市场,空气特别的紧张,很压抑,不管是买房的人,卖房的人,包括我们这个房产中介的人,每天都提心吊胆,害怕什么? 害怕房子继续下跌,房价下跌,无论是对任何一个部门,任何一个人群,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,最大伤害就是穷人,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处理房子? 尤其这三类大房子,千万抓紧时间处理掉,这三类房子就是到我们中介来挂牌,我们都不收,根本就没人买,而且现在很多人早就已经开始兜售这三类房子,不是所有的房子你都要兜售有三类房子,我的依据是什么? 五一前后啊,中央重新定调了今年楼市发展的新方向和大战略,第一个,全力以赴,挣分夺秒来清理现在城市的库存房,几乎数据显示啊,每个城市,大城市,省会城市房价不低于30万桃以上的库存房, 二线省会和这些一线城市,那更多,未来三年不建新房子,完全够卖够住,五年都够,就是过去的房子建的太多了,第二个,有疏散就要有赌,第二个就是赌,重新优化优学新上市的楼盘, 也就是说,不让你轻易再建新房子了,从源头就给你掐死掉,以后你建新房子,你得考核,如果在36个月之内,你的楼盘,之前的楼盘没有清光,是不允许你再建新楼盘的, 三类房子,大家要抓紧时间清理,第一大楼房子啊,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是旅游城市, 你像广州,深圳,青岛,烟台危害,包括这个沿海地区,你建的这个海景房, 我跟大家讲,我见过的海景房,绝大部分产权都有缺失,他是为了旅游建的这个房子,他不长久, 今年五一的消费数据出来了,平均消费每个家庭才五百块钱, 人看着很多,只参与不花钱,所以说现在的旅游已经成为过去式了,不是没有钱,是有钱不敢花钱, 海景房现在已经是沦落到最底层啊,你看看谁现在去玩海住海景房了, 这个潮流已经过去了,而且你根本就找不到交换侠,没有实际游泳, 你说说他是学区还是养老啊,都没有,第二个,就是你过去家庭条件比较好, 买的这种大洋房,尤其是别墅,我前几期节目发了,我们老板就囤了15套, 一个优质的大别墅,到现在一套都没卖出去,当年买一套别墅, 不低于1800万,现在你能找到接盘侠吗,你找不到,你像大街拉都拉不来, 而这些房子将来就是你最大的负担,就像这个废掉的报废的车一样, 你必须要把它销户,你才能可以,现在的房子你卖不出去, 在你的名下,将来有一天房产税到来,你交不交税, 大家知道,别墅不同于住宅,它是属于高档消费,它的税盒很高的, 最后一个,最后一个是什么,就是在学校附近的这种老旧小区所谓的学区房, 抓紧时间处理掉,趁着现在,还有人认学区房,把它卖掉, 现在的学区很快很快就要进行改革, 那么你的房子是老学,这个老所谓的学校区, 超过20年,又没有无益啊,你要它干嘛, 趁着现在还有热度赶快卖掉,后期一文不值, 缺取房必定会改革,板上钉钉, 那,给大家参考,你像现在, 我说的这个山东,河北,广东,江苏, 早已经就开始处理这些房子, 因为他们是这种经济大省,特别的敏感, 房地产发展的也比较大,就说到这里。